我是求仙芷 能送两大江湖集团之一 铁掌帮集团的大小姐 另一大集团是丐帮 要饭团队 虽然人多是众 却不比我们铁掌帮家资巨万 我有两个爱我的孪生哥哥 大哥求仙帐宠我如珍宝 二哥求仙人教我如岩师 我美貌清理 对没错 你们都以为我长这样 其实我年轻时候长这样 只因被我丈夫斩断手筋脚筋 丢入谷底12年 只能靠吃大枣为生 营养太不均衡 才导致我从俏无声声的铁掌莲花 变成了光秃秃的铁掌莲碰 我天资隐悟 有两大技能值得吹嘘 一个是武艺 我二哥在江湖武功排名第六 我也及早掌握了上等武学精益 另一个技能是骂街 骂起我那丈夫 杨过都恨不得起立呱唧呱唧 说我是他的嘴吕 一次跟二哥闹矛盾离家出走 我遇到了命中的天魔星公孙子 我爱他奶狗失萌 可打可耐 他夸我是霸道欲姐美貌学霸 那年我二十一 他十七 他叫我持姐 我叫他子弟 很快我们成了亲 我费尽心思九九六 用武武学上的天才创建 弥补他家传武功的不足 我细心操劳零零七 打点好他的一饮一酌吃醇用骨 用他操一点心 偶尔我还要卖个命 拼尽全身武功 打跑来犯的敌人 保公孙子的狗屋老巢安全无余 有时候拦尽自照 我觉得我就是画本上最闲的妻 公孙子这小子娶到我 是他最大的福气 所以他这辈子必须听我的话 我指他向东他不能向西 我让他撵狗他不能打击 毕竟我是赤诈风云的铁掌帮大小姐 她是偏爱一遇的娃狗土鸡 我是学霸 她又懂得屁 后来我们有了女儿 子弟也一直很乖很听话 听我训斥做小伏地 只是偶尔我似乎从余光看到 她向我投来的眼神不对 而当我一回头 她又满脸对笑 阴情小意 一顿马屁甜言蜜语 这就好 下架舔狗凤凰男 至少该给我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只是那个时候我还太年轻 不知道世界上 还有真舔狗和假舔狗 而假舔狗的威力 舔的时候有多卑微小意 咬的时候就有多丧心病狂 姊妹们啊兄弟们啊 千万可别以为一个人 可以爱你爱到没自尊 那时机会没到 机会一到 他迟早在你身上 加倍找回自尊 如果不是那天我撞破他和剑蜜私会 我还一直以为他全心全意带我 他跟他剑蜜说 跟我在一起半点不得自由 只有跟着剑蜜在一起 才有做人的乐趣 好笑 我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你要自由做什么 你跟着剑蜜爱得感天动地对吗 那我就帮你们考验考验你们的爱情 我在他们约定私奔的时间 去他们约定的地点 把这对狗男女丢入情花丛中 然后只留两颗解药绝情单 把鼓里剩下的绝情单 全都泡在剑蜜里 等到公孙芝趴在屋子里摇我起帘 管我要解药的时候 我哈哈大笑 要解药吗 剑蜜里泡的那就是 没毒的我这里只剩一颗 你是要你的命 还是要你心肝宝贝柔儿的命 公孙芝突然开始跟柔儿海誓山盟 说药丝一起死 咱们下地一起做那鬼夫妻 我先送你过去 就在我气得血压飙了180脉的时候 公孙芝一剑捅死柔儿 抢了我手里的绝情单 就往嘴里一塞 然后开始筐筐头求我饶命 这反转实在太快 我目瞪口呆 它真的好像一条狗啊 扮上之后 我从怀里掏出来藏着的那枚绝情单 没想到吧 本来我想折磨你们一下 就把解药给你们 让柔儿这剑蹄子有多远滚多远 让你永远感激我大度 没想到你那么着急 一刀就把他超度了 这就是你们的爱情 前脚你对他海誓山盟 后脚你送他刀山火海 果然婚二恋哪有什么真爱 真是一出好戏 听我这话 他一争 贼脚微微抽动 很快又一副谄媚讨好的模样 说吃姐 还提他作甚 那丫头还是杀了的好 一一干二净 免得影响吃姐的好心情 他真的好像一条狗啊 当晚公孙芝在房内设宴 说要向我告罪 发了几百个毒誓 拼命向我劝酒 我心情舒畅 不停拔展 喝得昏昏沉沉 可等我醒来 我已经手筋脚筋 全被挑断 丢入这个万丈石窟之中 公孙芝一定在想 我这回肯定死透了吧 只割我求仙齿 孕娇滑盖 天射入命 只留一口气在 也能死里逃生 影视剧里演的都是 他在我醒来后 一边对我大骂一边下手 我呸 这狗一样的男人 安敢看着我的眼镜如此 为以防万一 他又在这石窟 丢下几条鳄鱼 希望鳄鱼吃了我的尸骨 毁尸灭迹 哼 我铁掌莲花 能怕这几条鳄鱼 我可都能跟他这条活鳄鱼 乌山翻滚 生儿一女 在这石窟之下 我全身残废 靠着石壁大树上 掉下的枣子为生 我还凭借几十年的内力真气 炼出了贼毒枣盒的 高明暗器功夫 百剑穿羊力不虚发 狙击准头 不输巴雷特 有人问我 为何能有这么强的求生意志 全身残废 还能练出这门神功 笑死 那是因为我结婚了 不结婚 我只能孤孤单单 柔柔弱弱的死 结了婚 我们就能互相盼着对方死 还有想方设法把对方搞死 生活有了盼头 就是不一样 十二年后 我在杨过的帮助下 终于从地狱一点点爬出 爬出的地方 正是觉醒谷的厉鬼风 求在千尺 弟弟的厉鬼 求千尺 我索命来了 这一出场 我就破了公孙芷祖传的必学功 打下了他一幕 还搅黄了他和小龙女的婚礼 阻止渣男重新流入婚恋市场 姐妹 你们说 就凭这点 我值不值得一个三连投币 据为啥轻松 就把公孙芷打个落花流水 公孙芷那点狗屁刀骚的功夫 都是我教的 我放个屁 在他那都是台风 为了得到最后那点绝情单 泡到美貌道姑里莫愁 公孙芷这狗东西 竟然把我女儿鳄儿 丢入情花丛 果然 不爱那个女人 就不会爱她的孩子 即便这孩子是跟她一起生的 给女儿找了这样一个爹 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 然后 她又当众拿剑斜持鳄儿 逼杨过交出绝情单 我女儿未就杨过 自己撞死在公孙芷的剑上 女儿啊 为何你会跟娘一样画地自求 求死在以爱情和被爱为名的牢笼 只可惜 我年轻时候不懂 你再没有机会教你 绝情果的特产 情花是何等美丽 结束的果子却是那么丑陋 而且十个果子 九个不能入口 有的酸 有的辣 有的更加臭气难闻 众人育偶 果真有幸运儿 吃到了甜蜜的那一个 我运气却差 抽中了臭气难闻 众人育偶的那个 或许 也不是爱情或者婚姻本身不好 只是我技术烂有运气差 或许 婚姻走到这一步 我也有错 只是 只是为何从来没有任何人 给我一点点提示 一个浑身能量 不适合做贤妻良母的女人 这一生 除走入婚姻 相夫教子 管男人斗小三 还可以有另一条路能走 比如 经营自己自有天资的武学 开宗礼派 成为一代宗师 女儿死了 大哥死了 二哥出家不认我了 我引以为傲的铁掌帮 也早就风流云散 我一个全身残废的孤老婆子 一个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 与这城市还有何眷恋 我烧了公孙芝家的百年基业绝情装 设好圈套 让扑姻抬着我 坐在厉鬼疯狂笑 笑我来世间一场 到底所谓何来 笑我一世刚强 全身残废 心碎长断 笑当年同样是江湖名媛 为何华荣却能得到幸福 还笑公孙芝这狗贼 一会儿必定要落入我的圈头 果然 公孙芝这狗贼来了 我假装枣和丁伤他不得 又他冒险急冲而来 就在离我两不远的地方 掉入我从地狱爬上来的洞中 有千尺之身 必然粉身碎骨 谁知公孙芝突然从地底抛出长袍 将我一起拉下 死就死吧 你我生存同情 死后该当同学 当年一起拜天地 今天一起见阎王 黄泉路上 你我继续缠斗 死也不休 人家说 成功的夫妻 坐到尽头是一起 我们失败的夫妻 坐到尽头是互砍 我是失败的妻子 夫妻坐到后头是互砍 我又是成功的妻子 互砍的时候 我没有输 今天的视频是一个小尝试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顺势雨 我们下期见